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李线,反娱乐圈的勇,敢于对抗人性的孤勇者。 李线的生活方式和刘亦菲很相似,对名立场的渴望非常淡薄。 尤其是近几年的李线,几乎很少能看到他的八卦和新闻。 李线身上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对抗人性,和反娱乐圈的勇。 和杨子的一部《亲爱的热爱的爆红》程度不用多说。 和很多爆红的艺人不一样的是,李线并没有着急利用自己的爆火来脸财变现。 而是沉淀下去,继续打磨自己的演技。 这部剧爆火之前,李线一直都是娱乐圈中的小透明,拍的戏也不少。 都是些无足轻重的配角角色,但是和杨子的这部剧,火到不敢想象。 如果和其他演员一样,疯狂营销自己,可能他后半辈子都不用再为钱努力了。 但是李线并没有吃这波红利,放弃了可以养活自己好几辈子的钱。 在流量利益面前,李线敢于沉淀自己,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艺人。 作为一个普通人,在职场中都难免会遇到一些名利诱惑。 有人甚至会因此迷失自我,这是人性的弱点,追名逐利也没什么可耻或不道德的。 但是抵制不了诱惑,不仅会让自己成为大多数中的一个,甚至可能还会有其他更大的危险。 李线敢于直面人性的弱点,说明他生命力很强。 李线身处名立场,但依旧平平淡淡的好好享受生活。 他的社交平台分享的物料都极具生活气息,摄影,打球,游泳,健身。 和其他满屏商务的艺人相比,李线真的是一个非常勇的男明星。 有一次李线因为扫共享电车而被网友推上热搜,有不少网友内涵李线过气。 但他却活成了很多艺人想要活成的样子。 都知道有娱乐圈中很多演员的生活,其实都是被人掌控的。 他们没有自己掌控人生的自由,更别谈能素颜去外界走走停停。 被通告催促,被人群包围,像一个不敢休息的机器,因为他们害怕被人遗忘。 所以失去普通人感受生活美好的能力就是交换代价。 李线身上还有一种常人难以坚持的自律感,娱乐圈中很多女艺人会一个比一个卷。 但是男艺人自律的很少,李线坚持好多年不吃火锅,不喝可乐,不吃米饭。 饮食干净,坚持锻炼,每次出席公共场合,李线都给人一种自信且松弛的帅气感觉。 穿搭也都是以简单、高级、干净、平和为主,不卷别人,只卷自己。 果然,真正的强大,并不是凛冽的眼神,而是来自自己内心的自律。